今天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 在北京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娜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 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 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则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 并建立大史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记得到你这里有解虜的量 新闻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 基本上次好像一路字允许黄本 也就许黄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